我们都知道啊,动物在大多数啊,会在一年中某个时间迎来交配期,在交配期间呢,雄性动物啊,会厮杀一场来争夺交配权 但是啊,有这样一种物种,竟然是通过打架的输赢来决定谁是雄性,谁是雌性 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我是大象 这个物种啊,就是北美洲生存的大脚羊 顾名思义啊,大脚羊啊,拥有着一对非常庞大的脚,在头部两侧啊,盘旋着生长,看起来啊,非常的去语炫昂 它们的活动范围啊,主要是在高原、高山以及一些丘陵地区,与岩阳相类似 它们呢,也很擅长在岩石间跳跃行走,生存能力啊,较为优秀 每年的秋季啊,就是大脚羊的交配期,大脚羊在交配期间呢,会使用顶脚的方式来争取交配权 这一举动啊,与其他动物相比啊,并无差异 但是啊,当顶脚结束后,我们呢,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一般在自然界中,动物进行这种行为时啊,一般都是雄性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啊,当大脚羊顶脚结束后,我们呢,还能看到母羊趴在母羊身上 甚至啊,还有母羊趴在共羊的情况 难道在大脚羊中存在着同性恋吗? 科学家们呢,一开始啊,也很迷惑不解 但是啊,经过长期的观察以后,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科学家们发现呢,在交配这段时间呢 只要是两只大脚羊碰面的,他们呢,都会先打一架 不论是雌性对雌性,还是雌性对雄性 一或雄性对上雄性,这些情况啊,都屡见不鲜 谁的羊脚硬,谁就会啊,赢这场比拼 胜利者自然会趴到失败者的身上去 这也就是啊,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一些违背常理的现象的原因了 其实啊,说白了,这种行为啊,就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惩罚方式罢了 输的大脚羊啊,要心甘情愿的让人家趴到身上去 向其他大脚羊宣告比拼的结果 当然了,按照实际情况来说啊 倘若雌性大脚羊和雄性大脚羊对上 一般呢,都是雄性大脚羊胜出的比较多 因为啊,雄性大脚羊的体重啊,平均在300斤左右 而雌性啊,仅仅只有150斤左右 雄性大脚羊啊,凭借着体型的优势就可以轻松压制雌性大脚羊了 但是啊,偶尔也会出现雄性大脚羊输的情况 不管呢,因为何种原因输了 雄性大脚羊啊,被击败后 那么啊,就会出现雌性啊,怕雄性的情况 在这场比拼中啊,大脚啊,毋庸置疑就是胜利的关键 谁的脚大,谁的脚硬度够高 谁的胜算率啊,便会越高 从这个角度想啊,脚自然是越大越好 但是啊,大脚羊的脚啊,倘若过大的话也不好 根据专家研究表明,最长的脚啊,可以达到1.7米 这个脚的重量啊,就有一些过于沉重了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因为大脚羊的脚啊,是盘着长的 所以啊,一旦脚长太长 大脚啊,就会戳到眼睛或者是头部 就会啊,对大脚羊造成伤害 甚至啊,可能导致大脚羊死亡 真可谓是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与大脚羊啊,相似的还有一种动物 那就是鹿屯 鹿屯的脚啊,长得过长的话 也会导致死亡 因此啊,将这对大脚称之为寿命限制器 也不为过 以上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大脚羊的大脚啊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啊,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